什么叫公平选举 这个大家听起来很简单 宪法有明文规定 他选举要最基本的四个原则 普遍 我们宪法写普通 那平等 不记名 直接等等 我今天只讲平等 因为太复杂了 我觉得中选会都没搞清楚 什么叫平等 意大利为了平等原则 曾经补贴车费 给在远地的投票人 因为这叫平等 不可以有不同的投票人 有不同的成本 投票成本 所以他就要补贴他的投票钱 在台湾平等从来就没有 真正的实现 我随便 所以为什么那些小朋友 有些你要晓得家庭环境并不好 他花几百块钱 他可以活两三天 会好几天 他却花这个来回车票钱 回来投一次票 他要挣扎好久 中选会从来没考虑过 明明我们现在的科技 不在即投票 也就是我们那个身份证 那个连什么东西 那个悠游卡 逼一下都可以坐高铁 逼一下就可以知道 你人在哪里 你这么好投票 你为什么要从阳宾山让他 奔回到这一个 对不对 奔回到庄瑞熊 屏东去投一票 或者从高雄中山大学 奔回到松山新一区 来投旅行节一票 这个成本差太远了吧 所以这一点 我另外讲一个道理 你们绝对不会相信我 可是我用实际的数字 跟你讲 真的去年的废票率 全国的废票率15% 各位都知道 我们去年为了争平等监票权 因为科幣是无党无派 所以就没有监票权 结果后来我们就争了半年 还好我们感谢民进党党团跟中选会 恩生生的协调出来 说透过民进党的名额 让我们能够进场监票 我告诉各位 如果不监票差多少票 你算一算就差两万票 你能不能想象中 我们才赢多少票 虽然我们隐先多 可是当时两万票 对我来讲差多大呢 我一定要讲 你看为什么 我给各位讲 全国投出了一千两百七十万票 多多零投我不讲 废票十三万两千张 今年如果还是个比例 百分之十五 百分之十五很正常 你会发觉新北市就是百分之十五 高雄百分之十五 乱正常的 可是你看我们监票 我们每个投票所两个人 我们一千五百个投票所 每个投票所放两个人 三千多人 台北市你看多少 我们降到百分之十二 对不起 这都不是百分之千 千分之十五 千分之十二 千分之十二 换句话说 每个投票所平均 因为像台北市 每个一千五百个投票所 大概就每个投票所 平均一千票 一千票的意思 就是每个投票柜 十五张或者十二张 换句话说 每个投票柜 我们省三张下来 这就是选举的公民 省三张下来 你看看台南多少废票 千分之二十 如果放到台北来讲 一个票贵五张多 一千张多五张废票 一千五百个就可以差到七千五百票 全国就可以差到七万八万票之多 你说选举 我们有一次选举 我们差几万票当选没当选 就完成了 全国如果你不认真去考验 我再问各位 你觉得监票很简单 对不对 我来考大家好不好 我来考大家 一个镜头放大一点 你告诉我 这是有效还是无效 对不起啊 如果是盖成这样子 如果盖成这样子 是有效无效 我就停在这里 请问这张票 是有效无效 你只要告诉我就好 再打近一点 这个有效还是无效 这张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放在一个地方去训练 我们还布置一个投票所 让大家走一遍 然后开票 然后叫这些小朋友们看 这有效还无效 他每天光这样练 要练半天 然后如果没练过的人 你到现场去看 他反正拿起来 我这张一定无效了 无效票一张 然后给大家看 没有人有意见方的 无效票一张 我如果再给你看 你要我给你看几张 你都会认错 中华民国选拔法 明文规定中选会要交 请问中华民国有花钱 讲交这些东西吗 有去让大家好生的监票 变成很公平公正吗 以前叫做票 那个已经很过分了 你以为现在没有 你刚刚讲的叫做偏颇票吗 当然有偏颇票 竟然开到后来会逗退 中华民国史上 没有总统大选有开票这种情绪 没有错啊 没有错啊 对不起啊 我这个时代不会操作 我连后来事后在选后 听到蔡英文自己分析 他特别提出他的选区 他都觉得不可思议 就下一张你看看 这张你认为投有效无效啊 这张有无效吧 怎么会盖成这样子了 对啊 这张有效无效 有效票 你看 所以我跟你讲 这个盖叫有效啊 没有错啊 我都盖在那个人那边 你的意志 你的意志你不清楚 就是要选哪一个人 我只是没有盖在框框里面 可是我要这个人 哪怕是我盖在他脸上 那你让我这张有效无效啊 这张有效无效 看完了啊 看完了 一号上面盖了一个 然后这里有个印子啊 这张有效无效你放在脑海里 这张有效无效你告诉我嘛 我觉得应该无效吧 这张无效 这张无效啊 无效了 这张无效啊 可是照你那个标准 那应该有效啊 没错 你答对了 这张是有效票 这张有效票 可以认清这一个投票人 行为的人 他的主观意志是要干什么 就是要有效 我拿印章去盖 他都说是无效的 那我的意思也很简单 所以咯 你不要 印章为什么不可以 我等一下告诉你为什么 法律文明文规定 不能让人家知道 违反秘密投票原则 用印章盖是 请问是拨多少钱 给我们帮他做宣导 所以了 你醉了 所以你看 那我再问你一张票 如果那个印章 长成这个样子 你认为是有效票 无效票 那个盖子 我现在没有办法很快 那个盖的一号 就这样盖 不是盖 他也不小心碰到 只是刚才那张碰到 那个样子 那个指头碰到这个 这个字段 你认为这个有效无效 想像把这个移到一 你觉得是不是有效 不是不是 等一下再讲移到一 就是边上 可他一二 还是盖的一张 好好的盖的 他可是边上 刚才这张有效无效 这张又变成无效 所以我跟你讲 我要教你们 教半天 这些都是知识分子 都是政治人物 各位 你知道为什么 我一个一个讲道理 盖印章盖上去 谈性可以这么大 没有谈性那么大 他有道理的 所以为什么 违反秘密投票 就是说你盖一张 上面写姚立明 这违反秘密投票原则 知道谁投谁 不可以 这叫违反 刚才那个有一个圆圆的 那个是指纹 可以追踪是谁 是无效 有一个印子 那个是长得脏掉的 那个不能追踪是谁 没有关系 那个有效 太多原因了 我要一张一张分析 我要二三十个例子 给你看 我为什么要讲这些例子 给各位听 各位朋友 年轻人上网去找 打 关键字 有效 无效票认定 可以去学 可是 可是重点 我今天要讲的 不是这 关止这个 我讲世新大学 不给 就是说那个 公平投票的障碍 我讲有效 无效票的认定 也是公平选举的障碍 这些都是一个大问题 中学会 我请问你职责是什么 就是维护 这次选举的公平公正 你没有别的责任 那你连这些事情 最基本的都没做好 还有 明文规定 你要宣传政党票 明文规定 你要宣传 告诉大家 政党票怎么投 政党票跟区域票 分开来怎么样投 你做过一次宣传吗 中学会 部分区域现在有这么 而且这次是部分区特长 我们还特别开记者会 两次要求中选会 要宣传政党票 都被拒绝 被拒绝对不对 开记者会 完全违法的事情 所以我们会 就是说我自己觉得说 我可以去很多很多例子 我们现在中央民主选举 民主还不够 完全趋于成熟 可是没关系 我们在这里忽略 不管学校 你要让学生们 去拥有公民权 你要中学会 你要让人民知道 哪个票是不可以 不可以降投 可以酿投的 你要让政党有机会 透过你知道 政党票的意义 是可以分开投的 等等等等的 这非常清楚的 所以有许多 还有成熟 努力的空间 我希望主管机关 也加一点油